每逢节气咱们少不了要聊聊舌尖上的味道 清明时节南北各地有不同的时令美食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清明的味道 在云南四川等地山野里的清明草到了土绿开花的时候 当地人们有用清明草制作美食的习惯 从采摘到制作既是踏青又是寻味 清明草一般指鼠蛆草又叫清明菜等 清明前后这种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到了最鲜嫩的时候 绒毛泛白触觉绵软 大人们会在清早出门采摘回最鲜嫩的草间 用清水清洗干净剪碎 拌入调好的糯米粉里 加入白糖在小火慢煎 白里透绿黄的清明草粑粑就做好了 小小的清明草在阿妈的手里总能变化出无穷的味道 把猪肉泥和清明草碎拌匀 加入特别的调料 揉捏成一个个圆圆的丸子 黄色的小花点缀其间 最后用大火蒸熟 一道混合着肉香花香的清明草肉丸就制作完成了 有人说最简单的食材能够做出最美味的食物 土鸡蛋和清明草的搭配就是这种感觉 小火慢煎十里飘香 吃一口炖时满口清香 当地人还喜欢炸物 清明草这种独特的食材会呈现出怎样的味道呢 把清明草裹上豌豆粉和鸡蛋调匀的糊糊 放到油锅中炸至 清明草竟意外地有了香酥的口感 舌尖中有了一股香而不腻的味道 除了蒸煮烹炸之外 清明草还能做茶饮炖汤用 它的清香总会给味蕾带来些许惊喜 这或许就是清明节食清明草的传统味道吧 清明草的玉窧